这就是中国许颜 白产之才 张祖才 观众朋友 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 英伦传说亚洲巅峰敦煌总决赛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压轴大戏 是70公斤级的一场比赛 是由红方的徐妍对阵蓝方来自意大利的乔治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乔治 乔治厉害 乔治厉害 乔治非常厉害 怎么厉害呢 词穷了 怎么厉害呢 我们请严博 乔治在最近的比赛中的83战78胜 并且在2012年的Glory的冠军 09年和10年K1MAX的冠军 只被黑安迪KO过以后打了两场 2015年1月24日 2015年4月11日 两场比赛全部获胜对手 自己的进攻从14岁开始比赛 一直到目前为止战绩几乎完美 可以说几乎击败了K时代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K1时代 所有被捧起来的天王几乎都被乔治击败了 对 你看啊 这个三本游离 安内索瓦 克劳斯 小光头 佐藤 全部败在他拳下 而且呢 这个时候他后来还以泰拳规则和全胜时期的波球 威热的点 五回合 那个时候的波球不是现在来中国大和尚 捞拳的波球 那时候是顶尖的 现在的徐妍呢也是KL的长岛熊一郎 战胜了成户康域 虽然富过波球了 但是在中国这个70公斤的水平里边 是绝对的一线顶一线的高手 两个人在第一回合一开始就大开大和 这个乔治呢 自己实际上是意大利人 是意大利人 而且作为欧洲选手来说 在所有人都在孤静的气壮 所有人都在追求这个安迪苏瓦士的这种X启动进攻的时候 只有乔治还保持着整个泰味很传统的 以重击为主的进攻 并且以这种方法战胜了几乎K时代所有的方法 X进攻的优点呢 就是快速交叉连续性很好嘛 但是缺点就是体能依赖很大 所以乔治的这种打法 对自己的体能保护是很有效果的 对于徐岩来说呢 徐岩其实很怕这种稳健型的选手 我一直觉得我们看到资料当中说起来 这个强力的个走比徐岩是还好 但是看起来并没有低 两人并没有差多少 因为徐岩过去在打矮个儿选手的时候 特别擅长 打高个儿选手也觉得比较少 打左腾 打拉松关都是自己个儿跟得差不多 或者比自己还高 不往上往撤走 不往下往 放手 你看确实是这种态势啊 前手也是重心 这个重心式的打法 也是重心 手术刀 这个曹治啊 这个每一次打法 特别是防反抓机会的能力 是目前世界顶尖的 你看他控制节奏 你看他控制度并不是那种特别快特别快 他稀里糊涂慢慢的 让对方在一个稀里糊涂的状态 他已经打过这个节奏了 因为在一般在慢节奏的选手呢 会打这个防反 而他的主动进攻又很好 所以让这个作为对手的徐岩来说呢 可能有点难以下走 对对对对 徐岩的当年赢乔治的时候是一痛猛打 整个的进攻的这个密度 已经超乎常人的时候 才干掉了乔治 徐岩在这场比赛 不知道会有什么战术跟乔治去打 这是我们的赛事出品人 也是徐岩的教练 走过去去去 好 两个人的第一回合的比赛 非常快就结束了 徐岩这个选手呢 当初第一次和乔治 出现在K1雷台上的时候 解说呢 正好是摩沙斗 摩沙斗就说 徐岩那个选手啊 是中国选手里头 最适应K1规则的 而且呢 紧接着那个谁 石井会长就说 徐岩那个选手 我听说拳法很好啊 我听说腿法很棒 结果呢 徐岩呢 就打倒了对手 全腿还没看到 没错 是 大家看到了 刚刚在我们屏幕左下角呢 已经有这个微信摇摇的 实时的支持情况啊 徐岩是有8000多票的支持率 但是这个乔治呢 现在只有1000多票 没错 当然大家还可以继续地 来在我们的微信摇一摇 摇电视的页面当中 来进行互动 我们有非常多的好礼 为大家准备着啊 您不仅可以为全手 来加油助威 还有机会获得 美日克斯的蛋白粉 您传说的切鸣罩等 风厚的奖品 大家赶紧拿着手机 来摇一摇 抓住最后的机会 徐岩在第一回合 我感觉还是一个试探 如果他跟乔治以慢打慢的话 徐岩的机会实际上是很小的 乔治是最擅长 把整个节奏控制在自己擅长 特别舒服的节奏里 去打对方 神速刀啊 一刀一刀模拟 你也受不了啊 好 双方第二回合开始 好 徐岩开始成功了 徐岩开始成功了 冲进去 你看之前我们也说的 其实乔治这种泰拳出身的选手 在泰式这种重击 或者一二连击 他能比传统的这种泰国选手 可能多打一下 但是徐岩这种选手 是可以打到五下六下 在组合起来更强 而且本来就是以 就是以K1规则在练这个东西 徐岩刚一顶膝 在这个乔治迎进来的时候 一个顶膝非常准确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徐岩在这场比赛里边 并没有出现我们赛前 很多观众预判的 一边倒的情况 对 还是打得有攻有尽 你看 徐岩后手开落 对方的这个迎击的确是好 一个低位的摇闪 直接后手就出来了 徐岩要赶出动作 你看 我们刚刚听到 康安在下边给这个徐岩指导 说他要出后手 你就跟后手反击 没错 正价打反价 后手决胜负 乔治的这个防反能力 而且这种国际的 这种反射神经 是非常优秀的 这是一个滑倒 脚下打滑了 这个反射神经 是非常优秀的 他的防反能力 可以达到60%到70% 这已经是一个 极其恐怖的能力了 一般人或者说 比较出色拳手 能达到30% 40% 你看 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对 乔治这个把人往绳边去推的这个战术 也是在不经意之间 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互相游动的时候 有机会 有机会 我哪怕是轻微的推一下 我可以把你往绳脚上推 控制的平衡 团队的这个战绩呢 在目前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9年的一次show time的时候 跟安迪苏瓦打 胜了安迪苏瓦 09年的K1 又09年打了安迪苏瓦两次 刘昌瓦瓦 刘昌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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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客气 有数据 刚才是被机中腹部有练心吗 机缚 feed 学安吸击 学安的手一定要放在上面啊 你看 就是这种泰式的抗执距离 页手 顶膝 而且 乔治的顶膝 明显的这个力度 能让我们清晰的感觉的 对 田中审李闻妳 然后又跟一个圣手 非常漂亮 徐妍刚才这个转身边拳之后跟着这个前手 其实跟得不够好 应该跟得更多的动作 两个脚步已经拧到一起了 他已经没有力量了 没有基属了 其实你看随后啊 这个乔治的意识就能跟进 两个很干净的拳的反击 很干净很清晰 我们在现场听的声音怎么听得到 乔治现在的体能消耗并不大 对 徐妍和徐妍后边的回合应该怎么办 这应该是 你看乔治的这反射神经 连续徐妍三圈 而且徐妍的臂展比对方要长啊 拉过来 基辅 顶膝 你看有的时候 在场上有些所谓小动作的运用 在规则允许下 小动作的运用 是一个拳手经验多与少的 一个重要的判断 没错 边拳 这个边拳其实打得没那么实 这应该也是徐妍在今年 英雄传说的擂台上遭遇到的最强的一个对手了 也可能是徐妍在生命生涯中遭遇的最强者之一 我印象中徐妍在打拨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艰难 还是英雄传说这个擂台我觉得 我们又得赘述 我之前所说的这话就是 我们敢于去挑战强者 我们敢于去打一些有质量的比赛 我们不要那种没有意义的去赢 赢就仅仅是赢太简单了 打我就可以吗 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对啊 所以说还是要挑战强者挑战自己嘛 你作为一个拳手 你来雷台上干嘛呀 来雷台上演戏吗 演戏谁不会 演戏可以在别的地方演戏 非要在雷台上演戏吗 徐妍表现出来了 我们很多赛前观众意料之外的表现 一直到现在徐妍保持着很旺盛的精力 没错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徐妍的父母就不支持徐妍打职业比赛 就希望他从这个锦标赛体制下 练一年就收过去做别的工作 后来越来越成绩 越来越成绩 就是父母也支持 因为实际上 你要作为父母和亲人 看到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血脉在台上跟人拼 拼一拼 心里压力 对啊 所以徐妍都是养又压力 后来逐渐打的成绩越来越好 父母也支持 徐妍刚才的一套联机有效果了 对 你看 乔妍不要站在那儿跟人打 一定要步子活子 对 徐妍的节奏是快的 不能跟对方拼这种慢的节奏 对方踢到了鸡撑锤 所以应该再拿出一点 这个更多的组合的进攻出来 徐妍还是要把节奏 打自己的节奏 对 不要进这种态势的这种 你看刚才这个意识特别好 在孤颈的时候 对方打击 对方膝撞的时候 给一个拳手平钩的 这个伞机 好 小姐只要有定点输出的机会 这个输出还是很可观的 好 后手上钩 徐妍这时候从脚上 五秒了 这一下应该是顶到了内部 应该是顶到了内部 顶到了腹部 太阳神经头 身体上最痛苦的部位之一 再打到太阳腹壳膜 这个腹壳膜 腹壳膜之间的这个位置 能不能产生剧痛 刚刚徐妍应该也是尝试着 想要站起来 但是这一下确实太难受了 我们跟世界顶尖抢手之间的差距还是有 对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 但是徐妍的这个勇气 能站在这个内台上打 已经是我们知道的 有差距也敢打 就我们不能自己关起门来 自己把自己当作英雄 不能闭门到车 我们不能自己去说自己多么嗨 我们不能自嗨 不能投入自己 不能光说自己好 真来证实自己吧 今晚的比赛 可以说对我们来说 真是不虚此行啊 这场比赛给我们看到 无论哪方赢 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是 应行穿梭 七十公斤级 世界级腰带 未面之战 乔治 挑战成功 凯尚胜利 凯尚 凯尔凯尔 won the title belt of hero legend were 70kg world champion by knockout 谢谢各位朋友的激情观场 激情鼓励 更有感谢 一直陪伴我们 坐着还没有 离去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排到最后 各位观众 全日运动员 还要登台亮相 谢谢你们 下面有请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 外事委员会 委员 中国国际文化 传播中心党组书记 执行主席龙宇祥先生 敦华市市委书记 战顺周先生 因此人说 赛事委员会 执行主席 周国俊先生 为二位颁奖 颁发尽腰带 第一排的观众朋友们 请你们低一点 后面的观众还要再看 第一排的观众朋友们 正面的朋友们 除了记者以外 你们姿势低一点 后面还有观众 这是可以给大家 全体体力行 注目礼了 这里是中国敦煌 刚刚结束的是 英雄传说亚洲巅峰 总决赛 朋友们 我们感谢你们 有你们的陪伴 我们勇满 充满力量 晚安敦煌 敦煌在 英雄传说 永大 晚安敦煌 好的 我们要恭喜乔治 这次挑战成功 获得了英雄传说 世界金腰带 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 他可以带回意大利了 当然 除了恭喜乔治之外 我们要恭喜今天晚上 60公斤级的朱帅 64公斤级的刘维 68公斤级的孟青浩 以及72公斤级的香眼聪宽 拿下了我们这一次 英雄传说亚洲巅峰 在敦煌总决赛的这个金腰带 可以说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 含金量十足 这非常好看 谢谢大家